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因为同业存在的主要功能还是解决了银行自己的流动性 一年期的时间比较长 两年三年的就不是一个解决一个短期流动性的问题了 很容易呢就是使得流动性 使得这个银行的一部分资金就被在银行体系内固化了 一个呢是2014年啊 出台了关于同业业务管理的这个127号的规定 这里面说除了同业借款以外 其他同业融资业务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 那么同业存单作为同业融资的产品之一啊 理应和这个监管要求保持一致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今年第二季度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啊 提出逆于明年的一季度开始 资产规模5000亿以上的对银行发行的一年期以内的同业存单 纳入到MPA同业负债占比指标进行考核 这个就可能会使部分金融机构通过发行一年以上期限的同业存单 规避MPA考核要求 整个来看 总体它的规模还是很有限 到6月末的情况来看 大概没有超过1.5 也就是说整体影响不大 对哪些方面影响大一些 就是说这个可能正在考虑要发行这种较长期的 这一次话不要 odor 由于都是停静过价子 bist的 我们打敛放